我叫梁敖,来自于湖北隋州 自06年加入中心通讯 追逐着通讯行业的梦想 踏上了一旦旦令人激动的海外真诚 其中最让我难忘和自豪的是在泰国的网络建设经理 我觉得作为项目经理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两心两力 责任心和积极心 领导力和承受力 缺一不可 记得2021年一个无限替换项目 正值疫情肆虐、洪水泛滥 我们积极制定应对预案 整合资源并开创远程交付模式 最终还是提前达成了替换目标 网络指标也是蝉联第一 在收到客户表扬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去年12月份 大山音乐节 我们的网络迎来了一次大考 作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音乐节盛会之一 现场观众超过10万 我们统筹规划 梳拟闭环 精心打磨每一个技术细节 通过专业的网络保障 大大提升了现场观众的用户体验 疫情这几年 真的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开心的笑脸了 作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项目 通过我们的努力 泰国的通讯网络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人们的生活也更加便利 每当看到大家便捷地使用手机支付 轻松地叫着Grab外卖 刷着TikTok视频 享受网络时 我觉得与当地的人民也产生了某种联系 回想起来 这些年走过非洲 欧洲 还有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一张张网络在我们这些通讯工程师的双手中建起 你看不见她 却时刻能够感受到她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与风雨兼沉 这段17年的通讯工程师的旅程 我还要继续走下去